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胰岛素及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和葡萄糖在肝脏肌肉组织中的代谢从而降低血糖 二 天然的绒酸药 海带中含有丰富的盐藻多糖 捆布素 这类物质均有类似干素的活性 既能预防血栓又有降低脂蛋白 胆固醇 以致肚脉周应运化的功效 三 天然的降压降脂药 海带含有的荷藻酸胶盐能够起到降血压的功效 日本学者发现 海带中硫酸多糖能增强血液中脂肪酶活性 从而降低血脂 四 天然的减肥药 海带脂肪含量非常低 热量小 是肥胖着减肥的食物 海带中的点可做进血液中肝油酸脂的代谢 并防着血液酸化 有助于润肠 同便 而且热量很低 膳食纤维丰富 能加速肠道的运动 吃海带这两件事很重要 第一 肝海带要先蒸后泡 不少人担心海带不易被煮熟 因此烹饪之前要先在水中浸泡很久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海带应该先蒸后泡 肝海带上面那层白霜是一种很珍贵的药用物质 在医药上是良好的逆尿剂 有消肿的作用 还有节酒 减肥和抗癌抗菌的功效 但是这种物质可溶于水 如果洗了再做菜就浪费了 应当是先蒸后泡 把海带放在蒸笼里 干蒸半个小时 再用水冲洗 这样又脆又嫩 第二 海带别吃根 吃海带时许多人格外爱吃又软又嫩的海带根 可是这样却给自己身体埋下了健康隐患 据测定 虽然海带根的营养比海带液要高 但其中铝的含量也较高 涉入过量的话会随伤大脑 还可能出现贫血 骨质疏松等病症 所以吃海带时根部3到6厘米那顿最好别吃 如果想要吃海带根 最好是吃裙带菜根 好了 朋友们感谢关注 主要是常识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